在韩国意外早产的女婴孟可莉 获得了韩国艺人李英爱协助治疗 并且康复回台 女婴今天下午前往了慈禁医院 做健康检查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详细健检之后 除了右边扇气需要开刀做手术以外 女婴的体重心脏和脑部都没有问题 也让父母松了一口气 如果真的失去她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怀想起和小可莉分开四个月的日子 妈妈不禁红了眼眶 脸上露出慈祥笑容 细心呵护为小可莉喝奶 因为等了好久 终于能享天伦之乐 返台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带着小可莉到医院做健康检查 很多器官就是还没发育完整 那必须要擦很多丸子 像说是不是小朋友可以做钻机回来 但是他有共的评估说会有一些风险 为母奶还是配方奶 配方奶 一张会多是 八十 八十 七代蛮多的 早产儿的小可莉 妈妈到了医院一点也不马虎 详细的问诊 医疗团队也替她做黄胆 眼睛肝功能等等的全身检查 幸好小可莉非常争气 原本出身只有1000公克 现在体重达3300公克 心脏脑部都很正常 除了因为扇气需要再做手术 所有的过程除了台湾媒体相当关注外 韩国的SBS电视台也派人拍摄小可莉的成长纪录片 而当时慷慨解囊的韩国艺人李英爱也盛行邀约一家四口到韩国做客 看得出来李英爱相当关心小可莉的一举一动 有点TV菜众五星轮新北市报道